至家有方的典范 张公益是古代著名寿星 一生历经北齐北州隋朝唐朝 享年九十九岁 也是史上至家有方的典范 多次受到朝廷经表 张公益义和至家 仗义书才 人多家业大 罗马成群 家族九代同居 九百多人在一口锅里吃饭 家里养了一百多条狗 像人一样 每天鸣鼓会食 缺一不食 公元665年 唐高宗与武则天 泰山丰扇 路过当地牧民拜访 问他家这么多人 是如何做到和睦相处的 张公益回答说 老夫自幼接受家训 慈爱宽人无输能 仅诚意待人 一忍字而已 张公益说完 请来执笔 连写了一百多个忍字 献给高宗 高宗连连叫好 怎捐百匹 以资表彰 其实家庭中很多事情 都不是要命的大事 忍一忍就过去了 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能做到这一点的 实在不